讲量话就在你身边单元 特邀钢管舞达人 Black Vivid Pole Fitness Studio 负责人Trainee老师 探讨钢管舞如何舞出 时尚健身的新潮流 你什么样的姻缘机会 下去接触到钢管舞 我本身就很爱跳舞 我从小就 我小时候是跳民族舞的 然后再来就是跑夜店 就是跳现代舞 所以那时候我们家旁边 开了一个钢管教室 我就去好奇心 我们就去参加 那一参加我就很喜欢 因为它就是结合瑜伽 然后一些 就是一样就跳舞 柔软度啊 姿势啊 然后再加上 它有一点点性感的成分 书香访单元 由快乐书屋负责人 Alice Chiu 介绍短篇小说 现代恐怖灵异 悬疑推理破案小说 云中有鬼 它融合了爱情 然后呢 融合了桌腰 那我觉得很欣赏的 就是说 它的桌腰背景 就符合了一些民俗地方 所以还学到点东西 我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们在看日本的 那个那些 那个玄幻的漫画里面 他们常常也都会 那个柔和当地的 比如说这座山里面 藏了什么天狗啊 藏了什么灵啊 什么地藏王在哪里啊 是什么鬼在这里面嘛 这个作者基本上 手文笔也是好 思路也清楚 物购也做得好 健康人生单元 请到嘉莲太平医疗网 家庭科医师王甜甜 分享令宠物主人 经常感到头疼的 狂犬病和猫抓病 第一就是观察动物 第二呢 你就赶快把你的伤口 把它洗干净 冲洗干净15分钟 最好用一些消毒的酒精 把它消毒 尽量把这个病毒 把它洗干净会最好 那第三呢 如果你感觉很怕 这是真的是狂犬病的话呢 你赶快去医院 因为是有疫苗可以打的 随着钢管五逐渐正面化 将鼓励越来越多女性 追求舞蹈健康 奖量化本周六晚间八点起 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超市无线台 34.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